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最近關於澳門賭場的消息搞到相關賭股出現了股災, 現在很多人都看不通看不透後事, 就不知會不會有公司是續不到牌, 而今集又有些小賭消息, 就是高盛收回來的資訊, 我就一齊看看他講了什麼, 根據高盛近日發表的報告, 他就說同澳博控股管理層舉行了投資者會議, 就澳門政府已經展開修改博彩法的公開諮詢, 澳博管理層估計澳門特區政府可能會逐批現在6個博彩牌照, 問到現在持牌人之間的拼購有沒有可能發生呢? 澳博管理層就說現在博彩法不讓一間公司有兩個賭牌, 公司就說現在澳門的博彩稅率在區域範圍已經很高, 他預計進一步上調空間應該很有限。 關於澳門新賭牌的特許經營期限, 澳博預計新的期限會短於20年, 就說5年又可能太短了。 如果公司參考新加坡的情況, 他認為新的期限如果是10年就應該會比較合理。 澳博管理層就認為大多數的營運商應該都會有足夠股權作為自排公司。 上面就是高成跟澳博那邊開完會收回來的消息。 現在澳博方面就估計澳門這6個賭牌應該都是有機會續得到。 如果是按照這樣的邏輯去想的話, 會不會今次澳門這一個修法, 除了想加強對持牌博企的監管和澳門人的持股比率之外, 另一個目的就是想打擊賭廳。 因為現在都可以看到, 其實就算是放國人到賭場做董事, 可能對各大博企之間的影響未必太大, 但對賭廳來說就不同了。 之前立法會的報告都已經提過一次, 就說賭廳要維持現有的經營方式是十分難, 再加上今次收法是不給存錢又不給派息, 就相當於他們的客戶是不可以存買在他們的廳裡, 只可以每一次賭完就要馬上拿走。 政府方面就說說要保護市民, 就要減少相關的騙案發生, 但其實這樣立法又不是真的可以防止賭呢? 今集就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你認為未來的賭牌是不是六大博企都可以成功續賭牌呢? 未來賭廳還有沒有生存空間呢? 下邊留個言謀就知道,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